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分成两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用任何一个影响收点的方法 先把比较小的片段 先把它收留完毕 所谓比较小的片段就是 你的记忆体到底容量有多大 你就把那个记忆体容量所能承载的 那个小黑段把它收留完毕 所以一次来 你就读一个一段进来 放到主机里面 用我们前面所谈的任何方法 把它收得完毕 这个收得完毕之后 那个收得完成的东西 我们称它叫RAW 在这里称它叫RAW 那RAW的意思在这里 其实就是segment segment就是片段 就是一个一个 已经排好数据的片段 那你可以用什么 internal收挺 那很多 前面所谈过的 每一个都可以 deep sort wind sort quit sort 通通可以 因为它们通通都是 隐瞳都收挺的方法 所以Face段就是 隐瞳都收挺 然后完成一些 小的片段 有很多个 另外Face2 就采用了 我们的这个 merge sort 的方法 把这些小的片段 把它merge 起来 变成 整个 一个段 变成一个RAW 把所有的这些小的片段 把它变成一个RAW 好那接下来 我们就这个 用慣例展示一下 Face1 第一步 我们就 先去产生一些小的片段 已经排好了 所以Face1 有排好 1,1,1 25到6 都已经排好数据 直接排好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把它merge 起来 所以现在我们的具体里面 读进来 两串的东西 一串是W1 另外一串是W1 我们没办法 全部读进来 我们的肌体就是肉量不过大 没办法 全部读进来 那我们就读进来 这两串 读进来 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做merge 我们的merge 说的merge 我们就把merge 在一起 那么在merge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边merge 边把资料 写为我们的disk 所以呢 这个是output到disk里面去 merge完毕之后 你可以慢慢把它写到disk 所以并不是说 那你merge完毕之后 这一串 全部放在主记忆体里面 并不是的 你就把它写到disk 好 所以这两串 就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这两串 把它合在一起 这两串 把它合在一起 那这个合并的过程 就不能跟merge 做的是一模一样 然后再下来 再把这两串 慢慢从disk把它读进来 那你读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做比较 那比较旁边之后呢 直接把它写为disk 所以这两串呢 就慢慢读进来 然后我们把它写为disk 然后再下来 剩下这两串 把它读进来 慢慢把它写为disk 所以这整个程序 跟我们的这个merge 做的程序 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不过呢 我们读进来的资料 应该是按照顺序的 为什么我们这个merge 做的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就是看了这一笔资料之后 再看这一笔资料 然后看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 假设这个是比较小的 然后放进来 那这一笔资料以后 我们就再也不会看了 某种时候呢 就是当你把资料 比较大小之后 我们把它output 这一笔资料以后我们就看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丢掉 然后我们再读下一笔资料之后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顺序的 从disk把资料读进来 然后读完之后呢 这一笔资料之后呢 这个资料我们就不再看了 你就把它写到disk里面去 然后慢慢的 就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 好了 但是这里有个大问题 合并的顺序 我们刚刚这个问题说的 刚才没有问题的 这个如果是在 这个就是在我们一般的 这个array里面的话 这个合并的顺序 合并也没问题的 但是合并的顺序是有问题的 要怎么合并在一起 就是到底哪两串先合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 怎么样去合并 合并的顺序 就是哪两串要先合在一起 那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我们 第八个事情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把哪两个东西 先合在一起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左半边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一个tree 里面的资料 就是leaf node是一样的 2455 右半边这个也是个tree 2455 这个tree的资料 这个leaf node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leaf node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leaf node代表我们的资料量 就是准备要合并的时候 这个资料量 我们假设有一个资料量是2 有一个资料量是4 那我们要把它合在一起 还有5还有15 那我们要用什么程序 把合在一起 是比较影响的 那合并的程序可以什么 把2跟4先合在一起 这不是资料量 把2的资料量那一串的 跟4的资料量那一串的 把它合在一起 那合在一起之后 你的资料量就变成6 所以给我们写在这里 好 那合并的时候我们花多少时间 要记得啊 我们的末节啊 突威末节的时间啊 突威末节的时间啊 突威末节的时间是O的m加n 记得这件事情 m加n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m加n把它取出来 m跟n就是我们的资料量 两边的资料量 所以你把两个资料 跟4个资料合在一起 你花多少时间 你花6个单位时间 合并完毕之后 它的长度是6 这个6同时也代表 代表他们只要花到时间 然后再来 如果你6跟5合在一起 那你就要花11个单位时间 那你长度也得到11 你要花11个单位时间 再来11跟5合在一起 那你要花26个单位时间 好 所以 这个internal note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2跟4相加在一起 等于6 6代表我的资料量 也代表我合并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 他花了6个时间 花了11的时间 花了26的时间 你把这三个把它加在一起 就会等于43 你把internal的这个值 在一起 6再加上11 再加上26 他就会等于43 internal代表我们 知情合并化的时间 同样右边是另外一种合并的程序 两个资料跟4有资料 线合在一起 花6个单位时间 5个资料跟15的资料线合在一起 花2成单位时间 最后再把这两个资料 再合在一起 花26单位时间 最后已经是26 路者这已经是26 因为路者代表全部的资料量 这已经是26人 那这个呢 加起来就是52 52 所以52怎么来呢 就是把右边的这个tree的internal 的值 把它加在一起 直接6再加20 再加20 那你说那这个跟下一种 另外一种送法里面 一样意思吗 一样意思 这个送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做 Eternal Pathless 那什么叫Eternal Pathless呢 就是 你这个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ree 6 6在里面包含一次2 6加5 这个11 11是由6加5得到了 这个6原来 原来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就是2 所以2呢 在这边讲一次 在这边又讲一次 在这里讲第三次 这个11里面包含2 所以叫什么 表示2 原始这个2的资料 它在和平工程 过程当中啊 它总共作用了三次 作用的三次 就是贡献三次 所以 从root到live node 的路径参数是3 代表它的贡献三次 所以呢 这个2乘以3 这个3什么意思 3就是从root到live node的距离 是3 好 你要写一下 这个2就是这个2 3什么意思 3是从root1 2 2 3 这叫做3 那我们为什么2乘以3 我们看里面的 我们刚刚看里面的 现在不看里面的 我们都只看live node的 这个2在这边算一次啊 再算第二次 再算第三次 所以2乘以3 4也一样啊 2乘以3 因为4在这边算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5呢 只算两次 一次两次 所以5乘以2 15呢 只算一次 所以45乘以1 那这个答案 这里面部的法家讲一样 好 所以咧 就是 这叫什么 这叫 waiting the external pathless 因为每一个的距离 每一个人到路的距离 都不太一样 为什麽就是有加权的 有加权的 每一个人到路的距离不一样 只有加权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total的 the external pathless 43 右边这个呢 52 右边要花52的时间 那我们从这两个去 我们就可以知道 左边比较好 右边比较长 所以合并的顺序很重要 你的资料量 原始的资料量 就是 2 4 5 还有15 原始的资料量 都是这四个 但是合并的顺序 不一样 左边比较好 右边比较长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 从那可以知道 你有四个资料断 有四个资料断 你要合在一起 变成一段 那一定要做三次的合并 三次的合并是一定的 就是你这个 这个是 5-3 然后你这个 每一个Nord 它都会有2-3 那你Infernal 一定有三个 Infernal 一定是三个点 这是必然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从这边 可以看到说 这个 这个 那 什么东西 大家贡献多一点 会有好处呢 2 2的子能少 让它贡献多一点 会有好处 这个 15的子能很大 让它贡献少一点 会有好处 那 右边这个组就不一样了 2只有贡献两次了 15也贡献了两次 所以右边这么多 好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 找到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什么 那个 比较短的那里 要线合并 比较短的那里 线合并 要代表的是 比较短的那里 线合并就是 让它先贡献一次 让它先贡献一次 因为 短的先贡献的话 就是 所以我们 让这个短的先贡献一次 短的线合并 所以我们 这个 这个引送 就在这里 短的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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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 那我们怎么产生这个tree 这个tree 就是我们合并的顺序 我们怎么产生这个tree 这个tree 代表我们合并的顺序 那我们怎么 把这个左边这个 把它做出来 我们不要右边这个 那 牵涉的方法就是 耗扁的演算法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有的external node到root的总距离 所有的external node到root的总距离 这叫external node到root的总距离 就是你的距离是3 但是你的位置是2 你这个位置是2 因为你这个长度是2 位置是2 所以这个就是位题的 就是Q Q在这边就是我们的2 Q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的2 或者这个4 或者5 或者15 就是Q就是我们位置 那这个号面演算法就是 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整个tree的 总的这个 位置的external path length 是最少 就是号面的演算法 那号面tree呢 号面tree就是 号面演算法所产生的tree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tree 那 这个号面tree 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呢 就可以来解决我们刚刚的 Q会问的问题 到底哪两个线合并在一起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可以作为质量要收的方法 好 我们第八个行李就是要写字要加收 这个就是我们第八个行李要做的 要加收 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浩面演算法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浩面演算法 一共有六笔资料 这带他们在这个地方 要莫减的那个长度 那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个演算法就是非常单纯的 把比较短的先合在一起 所以呢 你在这里就是先把2跟3合在一起 那2跟3合在一起 就画了2跟3合在一起 2跟3合在一起 5合在一起 它长度变成5 好 那所以呢 下一步的时候 你的资料是变成什么样 这个2跟3就不见了 它的资料也会产生一个新 产生一个5 所以这边就产生一个5的资料在这里面 那这下就是 在这一堆资料里面呢 找出最小的两个把它合在一起 最小的两个在这里就是5跟5 所以就把这两个最小的合在一起 就变成屎 那这个屎呢 就把它映射到这个 其实我们没有用到屎性 把这个5跟5合在一起 这个屎 再把它映射进去 它相对应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好 那所以呢 这里面呢 最小的两个就是7跟9 这7跟9合在一起 16 16再放进去 剩下的这个有一个16 最小的两个就是10跟13 所以10跟13把它合在一起 那这个10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 原来的区别把它画一下 这个10原来是这样的来的 所以10跟13合在一起 最终 剩下两个 一个16 一个23 就把它合在一起 那16原来它的代表区是这个 23代表区是这个 就把合在一起给你这个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合在一起 好 那我们在这个合并的过程当中 你一直在做什么事情 一直在找最小子 找到两个最小子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一开始呢 223 57这些东西 最小的人要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之后 它的质量变成5 5还要加入在这一串里面 然后又找最小子 又阴色的 又找最小子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过程 就一直在找密码 换你的密码 还要印射的 我们的过程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找最小子 然后印射的 你把两个最小子找出来之后呢 然后还要印射 当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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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單數是minimize 就是把這個小隻放上面 好,所以我們用minimize 好, nossoiker而表示 找出來的一個完全用 del of FPOD 都是每一個都是誇張的時間 每一個都是誇張的時間 這每一個都是誇張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有n的要做 這個N要做 做了最後的事情要剩下一個 所以你要做N次 你要做N次 那因此你的時間複雜就變成N 成一個N 因為這邊的每一部都是肉圍 那你的N的東西要做 好 所以我們要用V-19 這個 這個HIV這個資料結構 這個事實上是在 我們在演算處理過程當中 經常會被用到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非常適合做這些事情 尤其是我們常常會找什麼 最大或最小 然後你看它可以做些什麼 找最小值 你可愛異色的 那時候就非常的好 那當然你說那 那我們這個一般的賣稅 一般的賣稅 你這個隨便亂商 你的稅品會傾斜一邊 那傾斜一邊的話 你的時間不少都無法保證 所以我們這個前面的協議裡面 我們在做的就是 我們這個Tree 音色的位置不定 Delete的位置也不定 所以Tree可會變傾斜一邊 那你去如果不是左右均衡的話 你的時間步道率會增加 那這個HIV它有保證 它不會傾斜一邊 因為我們用了真正的內部 或者是complete mindset 它不會傾斜一邊 所以它這個時間的步道率是怎麼同性 所以各位不要再說 那這個什麼Minimal Hib 這些東西啊 似乎在資料結構裡面 談這個問題啊 這個未來你到公司去上班 你可能每天都要做這個事情 你不要有用到什麼資料結構 查資料啊等等啊 那你可能就要用一個 一個資料結構能夠幫忙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最小結構 當然這也不是最快的啊 這個理論上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做 但是這個應該對於一般來講 是最簡單的方法 好 那這塊就是 那這個跟Halman Code Halman的演算法產生的Tree叫Halman Tree Halman Tree所產生的Code叫Halman Code 那這個跟Halman Code又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心理 Halman Code就做資料加速 那什麼叫資料壓縮呢 就是你的資料用比較短的 用比較短的 用比較少的Git來表示它 這叫資料壓縮 那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 假設你這個四個符號 ABCD 假設我們電腦系統裡面 或我們檔案裡面 就只有四個符號而已 那四個符號呢 我們當然最簡單的想法就是 那四個符號我會什麼 我可以編碼 編碼叫Halman Code 我可以編碼 怎麼編碼 我用兩個Bit來編碼 因為四個符號兩個Bit 二的二說到就是四 所以我就說 A用00 B用01 然後C是10 B是11 我都可以做這個編碼 這個是最簡單的概念 如果你有八個符號 你就要用三個Bit 五個符號你要用三個Bit 五個符號你要用三個Bit 五個符號你又超過十 你要用三個Bit 好 那這種方法叫什麼 固定長度的編碼方式 incode 固定長度編碼方式 假設你檔案裡面就是這 這一串的文字要送 要傳送 或者放在檔案裡面 那你這邊有七個符號 那你就對應一下 把七個符號 A就對應到00 μ就對應到01 你把它寫下來 那當然在電腦裡面的話 01是連在一起的 中間是沒有空白 我們這邊有空白 只是讓你看清楚而已 這邊當然有14個Bit 7×2 14個Bit 這非常自然 我們要問 這樣是最好的嗎 固定長度之下當然是最好的 因為你不可能用一個Bit 一個Bit 不能沒法表這些東西 那你用兩個Bit 在固定長度之下是最好的 可是誰說一定要固定長度呢 他我們也說不用固定長度 好 可變長度 沒有 可變長度之下 這個就是我們A碼方式 那什麼意思 這一串東西裡面 有些出現的比較多 有些出現的比較少 出現比較多的 像這個A出現三次 出現很多次 出現多的 我用比較少的Bit 來表示它 出現比較少的 像這個Bit 像這個Bit 還有Bit 都出現一次而已 出現很少 那我就可以用長一點的表示嗎 那這樣想一下 合理一下 長出現的我用短一點的 不長出現我用長一點的 這很合理 所以就是這邊講 經常出現的 經常出現的符號呢 我們以扣的 用比較短的Bit 來表示它 所以它我們整個精神 就是這一句話 長出現的用短的來表示它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編碼來看 假設這是我們編碼來看 這個編碼長這樣子 那我們大家對應看 AA就是用0的角色 B就是 B10 然後再過來是A 再過來是C 是10 再過來是C 也是10 再過來是E B11 再過來是A 就計算 計算只有13個Bit 比剛剛的14個Bit還要少 比剛剛的14個Bit還要少 你不要 那你不要跟 跟我說 老師啊 這個14個13個怎麼差啊 我們這只是範例 好不好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你不要講什麼14個13個差 當然有差 這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 那這一串的東西可以還回來嗎 可以還原回來嗎 可以還原回來嗎 Incore的之後要什麼 Incore的之後要什麼 Incore的是編碼 Incore的是解碼 解碼是 對方如果 收到你這個訊息啊 要看得懂嗎 他要把它解回來 要解碼 好 所以你要讓他解碼 那這一串的東西可以解碼嗎 記得啊 這個空白是不存在的 只是我們為了看清楚而已 空白是不存在的 這個靈域全部黏在一起 那你怎麼知道接線在哪裡 好 這個他我們說你不要擔心啊 界線自然會跑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看啊 第一個看到的靈 記得空白是沒有的喔 不存在的喔 第一個看到的靈 我就查一下這個 這個code cable 這裡有一個靈 靈是唯一的一個 沒有人跟這邊分享的跟你 所以這個領域這邊 我就把它解釋掉 再來看到一個1 這個1上開頭有好幾個 你如何判定這個1是到底屬於誰 所以呢暫時不處理 再來看到第二個1 看到第二個1的話 連續兩個1也有好幾個啊 1跟1都是連續兩個1啊 所以你現在還是不能判定是誰 再看一個1110 110那就B是獨有的 所以這個叫做0 再來看到一個0 0是A獨有的 這個就是A 沒問題啦 再來看到一個1 看到一個1的話 你看啊 這裡的啊 不知道是誰啊 因為有好幾個都一開口 所以再看一個0 那這個110呢 是C獨有的 沒有人是10的 沒有人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寫下來叫做C 再來看到110 也一樣啊 110也是看到C 再來看到就是1 不知道是誰 再多看一個 11還不曉得是誰 再看一個111 11就是1啊 最後再看到0 0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是可以反過來的 那因此啊 這個編碼表當然不是亂編的啊 你隨便寫一寫 這個編碼表是沒用的 我們問一下 這個編碼表有一個很重要特性 這個編碼表有一個很重要特性 你才能完成這個DECOD 這個重要特性在哪裡 來 現在我們考試考過 講義沒有寫 但是我們考試 這個編碼表有一個很重要特性 你為什麼能夠這樣切得這麼乾淨 來 問一下同學 刘宏敏 旁邊的同學都有聽懂的 幫我翻譯一下 來 放心一點 Inculted x 3 感覺上好像快對了 但是這個跟tree還沒有關係 這跟tree還不太有關係 Inculted x 3好像也是對的 沒有什麼表面 因為tree太深奧了 來 請念嘴 編碼不會寵物 編碼不會寵物 非常接近 當然編碼沒有寵物 重複那還得了 任何 code都不能重複 不管怎麼編碼 所以是大部分部分 還有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要重複 那才是重複 這個編碼裡面的previce沒有重複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叫previce 什麼叫previce 一個英文字的前一段 某一個東西的前一段 那叫previce 譬如說 我們在講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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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就是previce 我們講國際的 International 你愛看幾個字就看幾個字 前一段就可以了 從第一個字開始看 往後看某幾個字 這樣意思叫previce 那我們可以說 什麼 International 跟International 他們擁有相同的previce 因為previce沒有跟意思幾個字 為什麼 前面這幾個字是怎樣 那我們就說 他們有相同的previce previce 你剛剛是什麼 前最不穩 不對啊 前最有重複啊 1 1 2 1 1一個 這邊有1 1 有重複啊 這邊有1啊 那有重複啊 啊 前最不會 前最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某一個碼 我也是背著previce 某一个码 不会是另外一个的privileus 这个让他写下来 某一个码 不会是另外一个码的privileus 0不是另外一个的privileus 10也不是另外一个的privileus 要整个看啊 你不能看某个码 10不是另外一个的privileus 那因为有这个特性 你才能够引迫回来 才能够把你返回来 各位你可以稍微想象看 假设这个是 我们编写的这个假设这个是0 好 这个时候就产生问题了 如果你这个是0的话 这个是10 这个是10 那我们这个编起来是100 这编码个问题啊 从B8转放过来是100 那将来我要解读的时候就产生问题了 到底10是代表C 然后0代表这个A 还是100代表这个V 产生问题了 所以你解码的时候产生问题了 所以如果你把V这边的1110 改成100 这个编码错的 不可以编 因为你的privileus 这一个privileus 10是刚好C 那这个不是什么 好 那这个Hawman的这个编码方式 概念跟刚刚的这个mog的过程 这个概念是一模一样的 短的 短的喔 你可以贡献长 贡献多一点 短的 就是少用的 少用的叫b跟d是少用的 我们这边v的话 后面的ether 他只用一次 d的话后面他只用一次 这种少用的话 你可以让他的脑码变长一点 所以我们在合并过程当中 也一样好 这也是刚刚在莫杰的概念一样 那合并好 合并过程中 v跟d先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之后 就有两个 就有两个 这个频率是2 然后这块2跟2合在一起 频率是4 最后三跟四合在一起 频率是7 当我们把这个hormon tree 把他建立完毕之后 接下来 我们就左边给他理 右边给他d 左边给他d 右边给他d 那就顺着这个hormon tree 把他读下来 你的码是什么 b是什么 11110 就顺着这个tree不下来 所以你有这个hormon tree之后 你前面这个编码才能够跑出来 我们前面这个编码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谈的hormon tree 得到的 b是1110 就是1 从这边把它读下来 1 1 1 然后来这个hormon tree c的话是110 那因为你这个 就放在tree里面 你到某一个地方分开来 所以你不可能 110 这个110 不可能是另外一个pavis 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都是分开的 这个是一个更稳稳的范例 假设 你现在进来的档案 就是我们现在为了通宵做的事情 一定要 你当然进来这个档案 每个档案 你要压缩的时候 你有自己的压缩的 就是call table 然后呢 你进来这个档案 你要先数看看 你这个档案里面有几个a 假设我们这边 档案这个是心模的档案 frequency 就是说它有15个a 这个档案里面有15个a 有6个b 有7个c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数好 你的档案到底有几个 几个这个符号出现多少次 就把它数好 然后再下来 这个根据我们的frequency 我们就可以建造我们的hormon tree 所以上面这个是建造我们的hormon tree 那我们大概把它稍微看一下 这个建造过程就是 跟我们刚刚的mode的过程 是一样的 那 这个建造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把最少让那一个把它找出来 最少这个是h4次 f4次 所以这两个核摘型 最少让那一个核摘型 那核摘型之后呢 它就产生一个5 两个的这个频率核摘型 产生一个5 然后5跟6是核摘型最少的 所以这个lio就是代表这个g 这个lio代表哪个 lio代表分b 因为它这边有 有两个lio 所以lio代表分b 所以这两个就合在一起 那合在一起之后 就有一个11 就有一个11 然后呢 再过来呢 有一个12 还有一个lio跟7 所以再下一个6跟7 合在一起 那就得到13 再过来就这几个里面选最小的那两个 就11跟12合在一起 然后再过来就是选最小那两个 就是13跟13跟15合在一起 再过来一个是25 23跟23合在一起 然后再过去再来的合在一起 最后全部合在一起 一样的 左边是0 右边是1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概念去编码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譬如说这个h 我想下面在这里 这是什么 0 1 0 0 0 就是h 好 那编码完毕之后 这个是编码表 这是我们的code table 这个哦 编码表 这是code table 然后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code table 应用在你档案里面的无知证内容 那如果你这个档案的内容是ahave ahave 那你编码过去就是 ipode就是h a就是11 h 就是0 1 0 0 0 好 然后这个 如果你要decode的话 就从右边过来 这个decode 这个解码 好 以上是我们的这个howman的演算法